娱乐至上小玩意解说 好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昨天已经更新了无法阵和ZDR在TG上面的一个比赛情况 诶 这边怎么没动 动了 这个稍微顿了一下 我还以为录像出问题怎么没动 这边是ZDR 下方的话是这边的无法阵 那波果杯的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四强 然后呢三个人猪和ZDR呢进入到了四强 对到时候波果杯的比赛也会给大家做一下 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波果杯的战报 好吧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现在的话我们先关注号方全明星的比赛 依然是四哥 对吧在上一场视频里面 我们也说到四哥迅最近打兽足啊 也然是那种扛霸子 真的是扛霸子 基本上来说他打谁 他打哪个兽足基本都是稳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三四年河东三四年河西啊 谁也能不想到当年的刺叉风云的奥特曼 现在居然倒在了小DK手上 哎人生啊真的是很难去预料 所以呢真的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 对不对 别以为你现在很风光 也许以后你就对吧 这事情很难讲的呀 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曾经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啊 比如说有一些人说他中了大奖 然后呢从此过上了一些奢侈奢迷对吧 交涉淫逸的一个生活过了几年哎发现钱挥霍完了没钱了 然后呢又没有这个像以前那样的一个生活能力了 一下就变得哎呀完了就变成一个举目无亲的人了 这一下就非常尴尬了 对 所以很多时候保持一个平常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这真是很难的事情都不开玩笑 这说实话一般人就做不到啊 我也做不到 我我我我我的话应该说也是那种很很熟的一个人 所以话我我我估计我是淡定不了真淡定不了 好健身首发这边是DK对蜘蛛流 科技蜘蛛流 就这个真的很难啊 这个就不是说别人很难 我自己也做不到 真做不到 不开玩笑 倒不是说我矫情 我是真做不到 没这本事 好的那既然健身往下走 这个农民的探探路 DK也是出来 看这边现在17人口 健身这边先把头换给买上 转一圈 尽量躲掉这个DK吧 斧头兵已经看到 哎这边啊 这个是苦工 苦工就不给力了 对不对 你知道了 苦工这东西就是就死不上劲了呀 这人过来可能练这个三腰了 没办法 这个大金的现在跟DK的在那边 两个人在那边 对吧 搞来搞去 DK现在继续找 这边农民探一个 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点位 或者说这个点位是两个点了 那这样的话 DK先过来抓 自己门口这个点 练掉一个三级怪走人 健身也是轻轻松松 拿第一个十八点经验 商店好了没有 还没有好 但也是快了 对 马上就好 不急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 ZDR这边的话 反正也是健身的话 跟DK三陪一下 然后等更多大击出来以后 再找机会 用大击跟紧这个DK 健身是陪着另外大击去练击 对应该是这么一个想法 大击应该去持续的继续要出 这边的话就出蜘蛛了 然后通灵塔第二个也补下去 一切还是非常完美 真的是一切都非常完美 好 这边我们看到 哎呦 当着他的面链这个点 有点稍微不太好吧 DK过来百分百过来抓的 这边隔着树林C怎么样 而C掉了漂亮 DK这一发C就非常的给力了 对吧 当着我的面链击就有点过分了 肯定要C掉你啊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DK也是不急 这个农民对吧 最多就反母掉 也就无所谓了 一刀砍死 哎 这我知道了 健身这个输出还是比较高的 农民的血量还是比较低的啊 而且本农民本身也比较脆 好 健身这边就去砍这边那个骷髅 从这边三个打击的话 可能这个也双线练剂 练的会比较伤啊 这个双线练剂会比较练的比较的残 骷髅被健身给赶走 然后这边蜘蛛出来 小小的练一下等级 他也没闲着 对 什么事情都不要闲着 好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 哎 好 打击这边双线把这点练下来 练的会比较的贫血 健身可以先回家买 买药膏 对 这个点让大机去解决吧 派另外一个大机去侦察 然后另外一边DK也是配的蜘蛛是去练剂 这个好像就只有一个蜘蛛啊 这可能练两个三局怪的比较快 但是这个五局怪就稍微需要点折腾了 对吧 大机一来的话就比较可怕了 敲这个蜘蛛一敲 两敲 三敲 斧头冰敲蜘蛛真爽 好 要高什么贴下 你看三个大机练成这么残血 所以的话可能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要高贴一个 当心被骷髅一个 但是我回家健身如果看到的话可以补刀 接下来健身跟着大机继续去练剂 另外一个大机呢是继续追这个蜘蛛 不要再追 再追就掉坑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随随地当指 防止对方的一个陷阱 四哥这边转了一圈 发现这个点没有的话 又来抓这个点 所以我们看到说实话 四哥在最近的几场比赛里面 一方面打了本身也好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这个意识啊 也是非常惊人啊 对意识非常好 基本上抓链机一抓一个准 一抓一个准 一抓一个准 好 要高各种给你抹掉 不过还好 大机血量基本上也算可以了 四五百点血 应该说还算不错 好 蜘蛛这边继续双线连击 你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个单位啊 最大化的利用好 这就是魔王三的一个特性 好 健身这边追一下这个DK 继续追追追追追追追 然后另外一边 这边我们看到老牛 二发 这场比赛不用想到 才用老牛了 不知道这边ZDR抽老牛是什么意思 还是说 应该说四哥会 会怎么样去面对老牛 其实弗赛 这个这个这个 四哥应该说之前打 那个四哥 这个老老 好像发音还蛮蛮蛮蛮 蛮一致的啊 之前这个弗赛的话 经常出场牛 四哥应该说心得还是比较多的 问题应该不会特别大 但是我还是比较好奇啊 他到底会怎么打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健身跟大机 继续了找练级的点位 因为健身在前期到三级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点 有了三级健身 呵呵 什么都不怕了 对不对 对吧 好老牛出来 那这边我们看到蜘蛛在门口练一下自己的533的五级怪练一下来 四个蜘蛛练级效率就非常的高 健身已经赶了过来 发现对方已经是练完的第一个点位 有点稍微的无奈啊 这你都已经练完了 我的黄花菜都已经量掉了 怎么办呢 没办法 只能说是看戏了 而另外一边老牛是去练矿点 健身这边继续的跟上 两级半 健身身大概要高 基本上来说能够羁绊一下优地的一个前进了 但不能阻止 对 羁绊 但不能阻止 这个吃鱼用的真是nice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三四人口 这两天那个 你还真别说 小外零食店也是已经成为我几个兄弟姐妹的一个 应该主要是一些妹妹吧 姐姐妹妹的一个一个零食的一个选择店啊 我两个妹妹一个姐姐 对 他们零食都是 哎 哥哥 我要吃点零食 我说你去买呗 对吧 买好了 我把钱给你呗 我说还要怎么样呢 对吧 天 哎 卧槽 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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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那边是怒抢一个五级怪 但老牛阵亡调是什么路线 老牛阵亡调是什么路线 哎 这个前双线练的有点太嗨了吧 DK是差一点点升到山底 所以没法C了 另外一边 哦 这老牛是真的是壮烈牺牲啊 这有点稍微尴尬 老牛练急电挂了 这也是有点稍微窘迫啊 打死我也想不到 这居然老牛能练急电死的呀 有点出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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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个失误应该说有点稍微的大了 这有点稍微大 大了我有点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说 哎 老牛居然阵亡了 这你怎么说 这这有点没法说啊 对 这就非常尴尬啊 好 老牛这边复活 老牛现在是一级 哎呀 一级老牛 这牌便宜健身了 健身到三了 DK马也到三 哎马上DK已经到三了 反正总体来说的非常尴尬啊 这个这个这个练剂居然练挂了 扫巴粉 这个六级的石头人 宝物是全套要大蓝屏 大蓝屏 好 那这边老牛继续练剂 再接再练 哎呦 打了一个强技光环 一票进战兵 打个强技光环 这种心情也是非常的弹腾 对 这明显的在戳自己啊 刺激自己啊 DK过来 一发C C掉一个 好吧 老牛反应也到不了三级 无所谓了 现在这一看起的情况 到不了三了 加一个三级怪也到不了三 而往座 上去 小黑一来 赶紧扯 赶紧闪 对了 小黑一来的话就赶紧闪 这边两框在开 骷髅银之上 先搞人家分框 老规矩 健身在后方稍微的拖延一下时间 然后老牛没有到三级啊 这个真是穷啊 本来应该说到三级应该是比较稳的 但现在这个局面就有点尴尬了啊 正好是没到三 哼 这个也是真的老牛练机练挂了 这突破下限啊 对不对 网座 这边我们看 哎呦 还是一个毁灭变 变毁灭躲网 秀还有点秀的啊 网座一下 这个是拖延时间 给自己的风框起来 只要风框起来 起来以后打掉塔 这就比较难了 没起来之前 那都是纸糊的呀 纸老虎一个 然后这边再网座一下 那这狼狼肥可能要挂啊 你发谁带走 因为没有白牛啊 所以这个部队的话 基本上就是比较 在人家法术面前是比较脆的 没有灵魂念嘛 那现在我们看到 这蜘蛛是被网座 拖延时间 四哥这个时候需要的等待一下 哎 冰甲一接 瘦能继续的拖 四哥倒也不急 慢慢来慢慢来 哎 这边狗先上去 挠对方的这个苦工 你你以为你就这么开心了 我肯定会有点东西 让你稍微尝尝味道了嘛 挠你一下 还可以的 好 继续挠 哎 我挠你 你挠我对吧 我砍你 你再挠我 你小狗 你死小狗 我砍你 爆炸 可以砍掉 但建设身上没有疾风布的麦娜 所以要当心一点点 另外一边还有一小狗 又来的小狗两号 建设自己本身没有疾风布的麦娜 所以你要当心一点点 真当心一点啊 再砍 后面兄弟好像没跟上 这边再打狼奇兵 要干掉狼奇兵 好 这边是又杀了一条小狗 那现在场面上来说 老牛是抓紧时间去 你先练到三级吧 这三级老牛真的太关键了 三级老牛 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有个三级老牛就有非常 就非常不一样了 回啊 捡起来 那这边现在剑胜一个人 哎哎剑胜剑胜 鸭死了 最后一下啊 最发C都摆 最发C都摆认了 三级剑胜直接魂归千里 爆炸 这样的话 哎 还是说四哥太强了 啊 气场太强 选手不至今的犯错误 哎 这不太有 这种感觉打不出这种感觉来了 什么情况 四哥这个真的简直 爆炸呀 在气势上就已经碾压这边受阻选手 现在受阻选手非常的被动啊 谁能来阻止四哥 哎 人品输 人品输来阻止吗 抗毛腰带 加人品输 到底谁才能 谁谁才能真正的阻止四哥 我们非常期待这一点 四哥好像打人主会比较吃亏一点 四哥基本是比赛都是输给人主的 对 这也是一个宿命啊 中国的选手 基本上都绕不开人主 因为没有斯盖了 你有银匪 你没有银匪有000 没有000有玉米 对吧 你发现人主选手特别多啊 但普通 事与他那些人主选手比较少 钻进去 这个时候要拖一下老牛这边来了 四级老牛 老牛等级就练得蛮高的 但健身不战 老牛这个时候也是不要轻易妄动 转一圈转一圈 哎 我们看到四哥也是小心谨慎 外围的赚点便宜哎这边的虎工 该钻地洞就钻地洞 反正就不能给你便宜 好的 商店先拆掉一个老牛这边应该是买个无敌 一个无敌一个的一个有 蓝牌一个抗毛腰带回二十先卖掉买稳团 好这边地洞被拆掉一个马上健身复活55人口的一个兽人再回过来打一波 这边也是59人口 注意好这健身肯定能出烂那接下来的老牛的走位就很关键了 老牛能不能说第一时间贴上去给到地方一脚致命的地板 踩出点感觉 好苦工这边来了老牛先上来了老牛老牛网住这车子啊 老牛这边现在还没有行动挪一下老牛老牛肯定是要第一时间被地方借口接着出来 地板踩了 好的 dk也被踩住有四个制度加一个小狗壳头吞掉一个再杀掉一个好的车子也被打掉 这波地板又踩住但是自己的壳头也被秒掉了现在这边地板踩的非常改变老牛被沉默着有一本团博给他点掉了 老牛这边强行硬定啊我好这老牛吸收所有的伤害战了壮烈牺牲 这这这老牛真是霸气啊 强行把自己给卖掉四季老牛这么就这么死掉了 真的用生命来进行踩地板啊 好现在dk这边是补了一个大补了个蓝直接倒到了一个300点蓝 再来这边车子也被网坐先把车子给干掉蜘蛛一个埋电 因为因为粉在老牛身上所以这个粉哎 烫小灯要照一下吗待会要照烫小灯一个生到四季 现在我们看到受伤打的非常霸气一路把这四个往后面赶 一个猎头往后面拉又是一个蜘蛛死掉 但这边这个大鸡可能有点招不住一个大鸡要被打死了 网坐大鸡能不能去冰上这边准备好上包粉什么的 再来这个蜘蛛是谁了一下猎头点毁灭 砍地面上的话蜘蛛基本上被受伤给吃光了 这一波还是反扑的非常漂亮老牛真的是凶啊老牛啊 好现在这边我们看到全部是这个大鸡先把这个往下的毁灭给做掉 大鸡往后面钻一下大鸡不想死啊 再来接着这边这个是疯狂调皮猎头被猎头过来基本上就被人家瞬间秒掉 一发c没人c上死哥也是6600秒这最后一发c了 大鸡大鸡注意好拉扯对吸引一下注意力就可以拉扯了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又是个狼骑兵阵亡掉 接着升到了四季多 然后小黑我觉得可以考虑一点想法敌K现在毕竟没来 没来的话这小黑还是可以做点事情了砍小黑一刀 两刀两刀哎呦这一波人家哎一百五十九条皮小黑你走了哎几分不上去刀带走 nice啊我们看到再砍有这个健身真正的可怕 然后这边再网住一个蜘蛛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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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你再说 我这边有有有这个阴影啊 健身也是当心当心有阴影肯定有阴影了 根子了一个部队的残血两个三个对能保的还是保住了一些回家要高什么 清醒先补一下对兄弟们还是要滋补一下啊 这边师哥也是要修准一下自己刚刚小三眼的被人家切掉了小三并没有能够成功上位 我前两天看一个东西啊电视剧审核 但是电视剧审核也蛮有意思的我看那个审核标准就是说有一些比较的明确 比如说啊有个小三小三电视剧里面不能超过两超过几个反正也不能超过几个小三 然后呢又不能说这个小三不能过得很好就不能说小三成功上位以后我们过的日子不要特别潇洒 这种剧情不能出现一般小三最后就是比较惨的哎 我就想这个事情倒是不管是男小三还是女小三啊 反正就是说电视剧的审核里面啊这这点要求很严格就是说你你不能同样一种对吧 小三三位还还可以信心开开信心的一种一种价值观人家就把你一个审核掉了啊 我不代表我是这么认为啊我只是看到这边有审核有这种这种条款 不知道真真假假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感觉大蓝牌死哥表示爸妈再也不缺蓝了 好这边老牛老牛刚刚真的是老虎功高啊你别别看老牛牺牲了老牛活在所有的部落人的心中啊 老牛喂我老牛霸气就这句话老牛你死的不冤 接着这边跟过来当然今天要当心和自己血量 四个蜘蛛两个车子里的一个毁灭 然后我们看到老牛身上打到个大雪瓶 好的这个东西非常有续航能力 给老牛给健身都是非常无错 但是我估计谁有谁有的健身就相当于有这个免死金牌就不会打他了 对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相当于是一个免死金牌 好的老牛继续练剂老牛之前在这个地方曾经吃过亏被居然被野怪给打死了 我操找你隔壁的兄弟报仇一下 4GDK3G内起两极小黑那老牛这边的练剂也是风风火火如火如荼啊 对一点一直都没停下来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点练下来打了又打一回啊 看来这回啊的东西真的是一直要来 你还是那句话能不卖就不卖了吧 刚刚卖了一把回啊 现在又回来了说明这个回啊终究是要跟着你没办法 好老牛也是荣森五级哎呦五级老牛 磕多半路蓝掉一个可惜 真的非常的可惜 5646人口这边是54人口 练大点的时候会要不要抓一波 好合谋一波准备上 这磕多刚刚看到这边那个走向的哎 磕多这边尸体都没了吗 上了吗老牛5级3级的地板准备好 准备就绪 斯哥非常机智啊 一看形势不对立马往后散了 而另外一边啊 这边是骷髅 什么我还以为什么黄点蓝点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好现在我们看到斯哥转了一下去这边受人家里面了 这地洞还是一个二本的这个水平 普通地洞所以还是比较脆的 一旦说让斯哥抓住机会 对吧 强行干一波地洞的话 地洞基本上就是小生版 对这非常的脆 一点就着一点就着 一点就爆一点就爆 根本不需要什么的思考 磕多被打死了 跑了慢真是人生吃亏啊 所以还要跑得快点 让我相信的句话 奔跑吧少年 印度电影 好的地板踩住 基本上踩得非常不错 那这边车子先秒掉一个 但是这边毁灭有魔啊 点大鸡不要太可怕 又有狼鸡兵被秒掉 这个车子居然还没倒掉 来狼鸡右脚地板踩下去 好杀掉这边一个蜘蛛 大鸡现在基本上就是一点一个屎 DK5G一发C 身上还有一个黑暗球 然后又颠死一个部队 感觉受人的部队 已经是基本上被铲死掉了 扣托上来又吞掉了一个蜘蛛 一发C又谁上去 DK还有180 小黑这边还有一个小无敌 烈器这边还有 烈器这边还有很多东西 好 基本上还有一个小无敌就可以了 把这个阴影给踩脚踩死 老牛这边还能再踩地板吗 再憋出一脚地板的话又可以踩了 现在老牛速度非常快 但是没有白牛的话 驱散不了这方冰甲和骷髅 所以导致这边 健身速度受到影响 地板再踩住 那这边又是一发C 塞上去 根本让你没法杀这边的蜘蛛 磕头肚子里面现在是有一个蜘蛛 但是只有三百多年血 狼奇兵被第一时间打残打死 而健身这边钻过来 看这边的老牛 老牛现在能不能再买点装备 健身大雪冰可以吃了 大雪冰吃掉再来 哦这边我们和健身这边吃了大雪冰 以后瞬间还有一点点不错 5G健身 BIA 爆炸 啊 老牛这边地板过来一脚 然后的话整个世界都感觉有点安静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健身已然已经 震亡 GG 应该说应该说 这家伤比较打得非常不错 除开中间的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误 就是这个老牛练机练挂以外 其他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对吧 最后特别是在今天阵亡以后的局面 也是一直都不慌 很冷静 立马是把老牛给发育起来以后 用老牛的这个装备跟对方扛了一波 那波打了还真是有模有样 直接是让四哥是败退了一波 基本上二三英雄也挂了 对吧 成功打击了小三三位 我觉得还可以 但后面的话这种团战的时候 还是有点没法没打过四哥 四哥装备特别是牛逼 大蓝牌啊 然后呢 又有一些比较牛逼的装备 还是压制了这边的一个ZDR 这样这样的话也是 恭喜四哥2比0战胜ZDR 好了 今天的这场比赛到这边感谢大家 等下收看 喜欢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明天见